入口一輛怪車出現 不少路過騎士邊騎邊回頭看 覺得非常稀奇 仔細看車子沒有外殼 只剩下連接前後輪的底盤骨架 還有外露的駕駛艙 開車男子戴著全罩安全帽 緩緩在入口左轉 後方一輛小貨車緊緊跟著 這個就是零件進來台灣 然後他們帶領方把它組裝成這個零盤 然後再交給我們車體廠 去打造這個車體這樣 怪車的觸摸地點就在台南 原來它的真面目是遊覽車的底盤 當時業者在開完永康的路上 要幫整輛車裝上美美的車殼 被入口監視器清楚的拍下 出沒瞬間 引起路人的注目 會啦 因為畢竟比較少見 當時跟在後方的小貨車 是同家公司的員工 就怕車子太吸睛 不少人會想要靠近點看 雖然整輛車沒有車殼 但還是會有視線死角 跟在後方的小貨車 就是充當守護神的角色 除了幫忙注意來車 也告知路過的人要注意安全 這種車你要上路 一定要先去申請臨時派 然後還要保險 這邊的行人騎機車的都要注意 很怕說他們太靠近會發生危險 所以我們都會判一部 類似我們的救援車跟在後面 被拔掉車殼的遊覽車 一絲不掛的開在路上 真的是難得一見 但大車一樣有視線死角跟內輪差 雖然業者派人跟車注意路況 民眾還是要盡量遠離不要太靠近 以免發生危險 記得來跟我們張理晨諺 台南報導